有朋友就听了你刚才开盘前的看法 他就说175击你 追不追你 13元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赢过一次了 Kent来的 是的 又是 其实不用评论 又玩跟龙顶白 意思就是说13元我赚了 然后现在他有一个离好的消息 14.7元 然后我又怕会不会这个是宇宙大爆发 令他终极翻新的新闻 现在要追进去 其实老实说 你可能幻想他这个新闻会终极宇宙大爆发 是因为他有一个新闻 他现在一刻升的 你试试他现在一开始只升2% 你就觉得新闻是废的 所以变成了你纯粹看新闻好定 说他今天的走势是怎样升 然后你就决定了我要高追 或者我又要跟龙顶白 我个人就是反对的 事后登了都是没办法的 这个灯环灯你要说两句没问题的 就是起码 但是不妨礙我去给一个主见 这个 我主见就是强烈认为 是这样的新闻 出了汽车下乡 其实我比较阴谋的理论 其实你可不可以反向逆推 有不排除是有机构投资者 是之前已经可能弱了听到这个新闻 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呢 这个因为你反向逆推 其实吉利近10日8日 特别强悍的 大家有没有发觉 这个它是不但只是迟10日 已经升穿了前面的密集区 而且是越浪越有的 OK 所以就是说以小小阴谋的角度 其实会不会有少部分的机构投资者 这个就是 是有小小的 insider的information 提早的药量都知道这件事 然后先行偷步买入呢 其实我老实说 我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了 所以就变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人家已经是由10元夹到去 现在是四四进入 是夹了50%的角度呢 可能在短暂 可能已经是利好兑现了 可能都不顶了 所以就是说其实 你最后见到openning的语气 我都说了 如果这个你才追的 就是你见到有少少黑心的语气 就是说我放长商 看看 究竟你是会夹到15、16、17、18元 还是夹到这样 然后又buy in rumor 然后往后又sell in fact 那大家是要小心 留意一点点 倒上就是说 这两家公司长城和吉利都升了 但比亚迪今天就借D2 就折下来 因为汽车的补铁政策 理论上跟它是没有关系 最后我不给卖卖建议 最后就是说 我放长商在眼底 它今天跌了下去 究竟是15、16、18、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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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跌 还是跌到差不多 那些人不买它 跌完之后又浪上去 那就是拭目二代 比如说 问回175线 如果是你刚才推论的说法 例如有货的 是不是应该今天大升8%的时候 因为沽货的时候呢 我实际一点说 如果你给我有的话 我一定丢 是 我一定丢部分 或者这个 就是免得了 我明白的 就是一说丢了 买一丢了 又升多一元 每升一元 骂一次每升 骂一次 那我不想被人骂那么多 总之 如果你给我真心有货 如果我患上这个货是我的 那我自己负责 没理由我做什么买卖 都会被人骂的 所以变成就是 如果我幻想 我是有货的话 我一定走部分 那也不用想 如果你进一步 跌穿 可能很短的指纳 比如说是14个4 或者14个2 这些很短的支持位 我更加和你写包单 是丢了出去 因为最后补充一句 我会承认吉利 其实近期的数据 是有好转了的 特别是新年轻轻的销售里面 在上海 这样的各个公司 用来抵赖的因素之下 其实他的新年轻轻的销售 也是OK的 但是相对而言 长城的performance 就真的不OK的 所以就是说 不是说我很讨厌吉利 不是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长城和吉利 两间对比 我到关注其实觉得 长城升完之后 往后回吐的空间 有机会被吉利带 OK 所以吉利我觉得 结论就是 他夹在长城和比亚地中间 好 好 OK K oh Director